喂 您好 前面下是林小姐吗 我是中和卫生所陈小姐 电话声不断 疫情没有停 新北市中和卫生所人员 接电话的手也没停过 但同时继续延烧的还有恩恩案 从恩爸到外界都想问 到底哪个流程卡住了 因为当时的法传系统 通报的确是比较慢 所以他其实在前几通的电话当中 我们接到了119的来电 也跟确认了这个家属的这个状态 在查询这个时候 竟然在系统上是查不到 所以同人会觉得怎么会这个样子 新北卫生局给出回复 就是因为中央法传系统塞车 导致送医也塞车 还发出手版 澄清SOP不是新北独创 其他县市也一样 一连丢出四张手版 把基隆 桃源 拉萨水 说这两县市也一样 必须经过法传系统才能就医 但真的是这样吗 我们会同步处理 有生命危险的时候 先处理生命危险 同时在法传系统对我那个就是 事后我要确认这个人 是否是一个传染病的状态 那是不是已经被通报了 如果没有通报 可能要请医院 或者说相关医疗院所确认 他是不是这个传染性疾病 那需要进行通报 桃源说法打脸新北 但真正SOP到底是什么 新北市与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比一比 新北市认为确诊者 向119报案后 还得由卫生局确认 法传系统已经上传资料 才会开始联络可收治医院 并请专责防疫消防队送医 但指挥中心发言人 庄仁祥给出的答案是 如果119确诊患者 有意识不清 呼吸喘或是持续胸痛胸闷 就可以一边派车接人 一边确认哪节医院可收治 同时进行避免延误就医 两者落差大 到底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究竟需不需要经过法传系统 新北依旧自认没错 当时的法传系统通报的确是比较慢 近新闻综合报道